新华的个性 你的个性很强 但是你现在只叫个性 如果你能够在意识层面 把自我的东西放下 然后穿越自己自我的黑暗区 里面有些自我的伤害 后面的是黑暗区来 解脱这种认知的话 那你的个性就是人格魅力 那个时候就是 有个性的人会很有人格魅力 站在那真的是 他身上会 你会发现这个人会 出头到要有光芒的 但是同样有个性 你永远不会变成少年 但是你的个性带来的那种魅力 就是那种光明 别别是有从无我进入的 人格的魅力一般都是些 无私和无我才会有 这个人即使多有才华 多有个性 你当别人 如果他很自私的话 不是说自私 就是很自我的话 你会看不到他有魅力 所以一些大人物的 有些人物很有魅力 他是因为他无私里面 他无私里面有一个无我的东西 他在某一个角度是这样的 其实有一些统帅 那些 那些 就是 征服那些 转炉神王 那些 他的魅力来说 他那种也是一种 小我很小 他是一种大我 他很小在乎这个饼干是谁的 他不会在意这些东西 如果是比如说 一个转炉神王 他其实是很 他也是有 就像甚至天魔 他是有我 但是他的我大的像虚空一样 你在他跟他相处 你会很舒服 你知道吗 你不是说 跟一个天魔在一起 就会被吃掉 因为你在乎的饼干 这件事 对他根本不限 他也许没饼干吃 这两天 也许两个人多饿 但是比如说 比如说阿清没看 我是天魔 两个人同时拿到一块饼干 阿清说 我吃了吧 我饿死了 要不给你一口吧 尝一尝 他就笑笑 行 他不会在意的 然后他说 我不给你吃了 摸摸肚子 算了 行 你都吃了吧 他不会去纠结这件事 因为他脑子里 游越想着 我怎么征服全世界 因为自己饼干的事 对他太小了 他不想这件事 所以对阿清来说 当他吃完 这全部饼干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挺好的 你看人家度量多大 其实这个是天魔来的 他可能 他想的不是饼干的问题 你知道 他永远不会跟你 计较一块饼干的事 因为他的东西 也许有一天 把他的欲望 统治到一定时候的时候 他杀人肉 割草一样 杀人肉嘛 狠烈 他的霸道 再有越很强 但是 他永远不会 因为一块饼干 跟你闹一剪 你不会跟你 抢这块饼干 你知道吗 那就叫魅力 在你眼里 他就具备了魅力 你就觉得愿意追随他 因为 你只在乎一块饼干 那么你就可以 追随这个人了 因为这个人 不在乎饼干 你就可以追随他 追随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你觉得 这个人值得你优惠 因为 你看他把饼干 全给你吃 其实他根本就 不介意你那块饼干 你爱吃不吃 你爱 你缺失就缺失 虽然我都 他能忍受这一点 但是 我政府全世界的时候 你在我旁边 要是捣乱 一下子就杀了 因为那一个是 他最重要的东西 他要那一点东西 因为他是转路性亡 他的死命 他是要征服全世界 他可以不计较一块饼干 但是 征服全世界的时候 没有障碍在他面前 任何人设置的障碍 他都割杀无路 因为这就是转路性亡 他来了 他的死命 就是征服世界 他要每个国家的人 都最后 所有的人都亲他 那么 他是清除所有的障碍 他 所以他会可能六七步 或者做很多 你想象不出来的 是那些转路 比如阿鱼娃或者那些 你会看到 他 好像很冷血 有些时候 就跟你分饼干的时候 那种状态不一样 这个人没爱心了 变了 其实不是 那一刻 他对这个 就是障碍 征服世界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就像你对饼干的执着 他绝对不让 就是因为他 他是那种样子 就是他不是说杀人 他是清除障碍 哪个国家阻挡他 他就把哪个国家灭了 每个人想的东西不一样 如果你是转路性亡 为什么身边会有 有大臣啊 有他的 有有爸 有几个宝啊 追随他 那些宝是怎么追随他 是因为他的魅力 他的魅力来自于哪里 他不跟你计较饼干的事 爱吃饼干的 肯定跟他在一起 因为你觉得 能跟着他吃饼干 你要不爱吃饼干的 就不跟他在一起 对吧 但是你突然发现 他香蕉也不吃 最香蕉的 就跟他在一起了 是的 其实就这么回事 就看你自己的 心虚眼光气度了 我没饼干 也要跟你 不是饼干 我们不是饼干的问题 我得好好给你探讨一下 我挺干的 香蕉也没有 我告诉你 香蕉也没有 也要跟你 哎 这时候没办法了 这只能说元分了 这就是 就是你待在界地上 眼光上 气度上 还有自己那种 无我的魄力上 你要逐渐地打开 这叫高高三鼎立 然后呢 从葡萄开始做 一点一点小事开始做 做事的时候很认真 和教证就没关系了 你要野光小得像老鼠 鼠目寸光 然后做事又教证 那谁跟你打交道 活成那样力不力 但是你站得很高 你俯视整个宇宙了 你已经俯视所有的一切了 那你做事 教证也没关系 那我今天说 哎 西娃 你就不能把这个葡萄做成红的 你就要做成绿的 那咱们俩炒吧 那没关系啊 这个大家也 这个就不伤感 不会 不会最后是伤害对方了 因为 因为你的角度 已经完全超越这个 然后 只是说 而且他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 如果你站在高处的话 你就很 因为你的角度很多 比如说这个人说 这个角度 那个你就很 你们两个角度 融合一下行不行 他就不会搞压 他就不会那样 他会接受你的观 多接受一些观点 你一定要打开这些 我们俩也没尝试 探讨一个角度 我觉得你们俩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 探讨一个角度 我没说 但是 你是对的 从人道来讲 你说的说法是对的 你的角度是辨证的 因为那样的帮助 有时候散也会伤害人的 你这个 你这个弄点 这就像两个人在露台上打 你这个弄点是成立的 如果你不能够照顾到 我内心的 自己的那种 自尊的中严面子的话 你的善有帮助是伤害我的 是对我有压力的 这就是 但是你说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办法了解你的那些东西 但是我是善的 那也没问题 就是站在哪个角度来看 这就是 如果他真的 你遇到了这样一个人 他就不会知道各种角度 他就不会知道 怎么样去看你内心 还想啥 善还需要 我对你好 还需要了解你才能对你好 我不了解我更容易对你好 是吧 我对全世界的人都好 他就认为那样就是好 反正 你不是想吃葡萄 我给你个葡萄 还能说我不好吗 是 他就那样认知的话 你就能接 你只能接受 因为他 他更简单嘛 你这边复杂嘛 那你就要从你的角度打开 去接纳这种好 如果你想跟他做朋友的话 而不是他改变 他改变不成你这样的 除非他受了很深的挫折 除非他在这时 要受了很深的打击 比如他被很邪恶的人 玩弄 抛弃 判 判灵 或者被他很信任的人 背叛 比如说他跟两个好朋友做生意 两个他完全信赖他 所有的金钱都让他管 所有的一切都管 然后最后这个人翻过来 背后给他拖到 要杀他 你试试 他碰到这样几件事 被绑架 或者是被 被暗杀 被追 被追杀 或者他对所有的人 最后被所有的人误解 然后所有的人都背叛他 都离开他 在感情上 他要这样的折磨 一段时间 他才能理解你的 他现在恰好又学佛了 他在商场上 很可能会有一些那样的机会 他学佛了 他的善报会逐渐开启 他已经没有机会 享受那种恶报了 所以他变成你是比较慢 你知道吗 只能是你觉得 你逐渐的变成简单的 简单很简单 生活很简单 说话心很简单 很简单 这个世界越来越简单 你会发现 为什么要 那样想的 为什么要 这样说话呢 真的是就像两个小孩子说话 就很简单 就这样 我觉得这样 是不是这样 你觉得呢 你说不是 我不这样 你说啊 很简单 不要绕完完 就是累嘛 慢慢你会想 说话很简单 每天一坐在那说 说话是件很简单的事 很简单 很简单 你慢慢要告诉自己 说话很简单 很简单 说话就很简单 不需要累 不需要累 头脑也不需要累 心也不需要累 我就直接有啥说啥 慢慢就转过来了 因为我们以前说话 小心翼翼的 又怕得罪谁 又想 这样子说话 其实你会突然发现 要野藏一些什么 你会发现很累 其实等你真的是认为 说话很简单 说出来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每个人不是你想的那样 很多东西是来自于 头脑里边的东西 而且你 当你很简单的说话 你就是 我要这样做 我要那样做 很肯定的 我拒绝 或者我做 我不做 你都可以 大家都没什么 你可以 你说不行 这样不行 你可以大家再讨论 换一个角度的观点 因为说话绕绕绕 你就会把自己憋住 而且很累 很消耗 那是一种说话角度 那样说也挺好 没有什么不对的 太累了 就活得太累 生活需要努力 需要奋斗 我们就像跑地种地 需要一处一处跑 是需要付出体力的 但心不需要命 心要简单 心要简单 才能遛祖 带着财的时候 听到无所主 生气息开悟 心很简单 除了打财 他不做事 而且在他 这个世界每个人 都按部就把 做着自己的事 他也不攀平 他也不比较 那个人饿 他就觉得 你看怎么会做那种事 这个人晒 不错 没什么 不想什么 脑子里空空的 静静的 打财 做饭 就那样 没有对未来的可求 也没有太多过去的东西 没有特别可求的 碰到了 他也没说 坐在那说 我哪天怎么样一下 碰到这本金了 这句话不错 对了 我要安排好 我要去 接接六祖 人家别人说 这次在六祖 可以讲金刚经的时候 他就想我要去 然后他就 下不再想 碰到这件事了 我就去安排 有人不是 给他十个姻缘 让他养活他妈 他就可以出家 挺好 缘分举足了 他就走 他又不需要纠结 就那样 说老妈 老妈花外十个姻缘 怎么办呢 老妈这十个姻缘 他要能活多少年呢 很多事很简单 对不对 他先去了 先安排好父母 先去了 去了 存到不存到再说了 老妈未来再说了 很多事没有 因为谁也不可能 小为了 如果他陪着他老妈 也不知道他老妈多幸福 就是那样子 而且你也没爸爸 让全世界的人 都认可你 没有人认可 不是的 就算全世界的人 不认可你 你照样可以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